我們來吃一下這個飯店的豪華早餐 昨天的晚餐已經讓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今天居然早餐採用自助食的方式 真的是太棒了 鮑勃覺得真的沒辦法一個一個品項介紹 但他這邊收集了很多當地的食材、山菜 但他並不是只有日本料理以外 因為他也有類似西式的料理 然後七點半一刀的時候大概後面已經排了 大概二三十分 然後顯然就是說這個飯店的早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知名 所以就來吃吃看囉 吃吃看這個炸魚 它完全不會因為是粉 就把那品質降低很多 這個飯店真的是太棒了 它那個住的那不是我覺得最好的 但我覺得它最經驗的地方就是 這個飯店的晚餐跟早餐 我覺得大家可以為人吃而來這個飯店 好,那我們就吃完早餐之後呢 今天要坐計程車回到車站 我們今天要去下個新年大內宿 我們現在搭到後面的只有一節的電池 就是這邊的電池除了班是少於萬 然後電車車廂住其實也蠻少的 那就是建議就是 像我們今天是提早喔 我們提早 發車時間是9點37分 我們大概9點10分就到了 那提早20分鐘裡面才有位子可以坐 否則等一下要站一個小時應該是蠻痛苦的 那我們就上車去下一個景點吧 謝謝你們 我會被以為這邊人滿為患 反正交通不方便 散步的時候也不會跟你磨頂防守 逛起來滿悠閒的 這兩大年數值以來也算剃爆我自己的原夢 其實一年之前就滿想來這邊 但是覺得說好像來這地方從東京去到七個多小時 覺得好像CP值不算很高 但是就真的花一點時間來這邊 然後又有時間在這邊看一看 然後覺得說那其實七個小時特別來這邊也是值得的 因為有些地方真的是你不花多一點時間交通方式來這邊的話 其實根本是看不到的 配著白雪吃白色的糰子 這應該是味噌口味吧 吃吃看吧 超爽 這種地方配上甜甜的感覺 真的會讓整個心裡都是一種暖和的感覺 我們這個景色就是大那一束啊 我們這個景色就是大內術啊 我們這個景色就是大內術啊 那個景色就是大內術啊 好,我們現在來到三澤屋,來吃吃看它的內地蕎麥麵 就是大蔥的蕎麥麵,然後好像是用大蔥直接拿起來吃 然後我們運起來不錯,做到這個地方叫Kotatsu,就是日本暖爐 然後我們就是在,應該算是這棟建築物二樓的頂部 有種很自己弄小房間的感覺,這邊真的超舒服的 抱抱可以在那邊睡一天 大蔥蕎麥來啦,剛剛老闆說要拉一下 然後我們這個就是筷子啦 直接蔥加筷子這樣吃 蔥當筷子吃啦 維恩之前在輔導的影片也有吃過 它好像沒有到潮海啦 因為那個蔥味道還蠻濃的,我幫我試試看 等一下 的確是有點困難 好 這樣好,這樣吃 我覺得不難吃耶 走位看沒辦法把它整隻吃完 我覺得它吃下去瞬間 因為本來就覺得那個牆外面的味道其實不是很濃 但是呢就是加上這個蔥啊 那個嗆的味道加下去 我覺得反倒是這兩個合在一起的感覺還不錯 我們來吃剛剛店員說 超好吃的 糖醋炸魚 有種台灣在反德的時候的味道 還蠻好吃耶 而且沒有那麼油 我覺得 喔 果然是當地的城市 真不錯 我們吃完這個非常有強烈刺激口感的大蔥壽把之後呢 我們喝杯咖啡,然後就可以回東京囉 這蕎麥麵的對面就有一個家叫 Bunketamaya 它現在就是顧名家的咖啡店 包裹點熱巧克力 然後還有就是蛋糕 那以上就是這次指見線跟福島大內宿 就這兩天也有啦 希望大家喜歡這種Vlog style 那如果喜歡的話 那以後我就多幫大家來體驗一下各地的遊說東西 好不好 拜拜